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季总 您没事吧 没事没事 你是 还好烧腿 喂 怎么了 喂 你在哪儿呢 问你发微信你也不回 我在老板工作室 什么 天都黑了 你怎么还 哎呀 加班嘛 没办法 我老板他 那个 反正我现在很安全 我工作完就回去 你有什么事吗 也没啥 就是 我中了两张漫画家签设会的票 想问你明天 要不要一起去啊 可以啊 不过漫画家是谁 就是那个 陆 他没空 你谁啊 谭老板 就你啊 压榨员工的黑心家伙 你又本事赶他就别让他回来啊 加班到这个时候就算了 你还接他私人电话 你信不信我去劳动局投诉你 喂 喂 黑心 虐待员工 我是这样的人吗 不是 你在人前有这么一轮我搭 你还没办法 老师 你烧退了吗 不要转移话题 我真的没有说过 但是别人怎么想的 我就管不着了呀 明天陪我参加一个活动 在哪儿 对方拍摄来接 你七点前到这儿 我坐地铁至少一个小时呢 首发时在六点钟 你可以选择不回 你还记得我这儿的规矩吧 嗯 还记得我这儿的规矩吧 明早六点前 不准踏入这个房间 可是我 你已经犯了一条了 自己好自为之 约法三章 一 不得干扰屋主工作 二 不得进入屋内静止区域 三 不得夜宿 我也没有想过要在这儿过夜呀 怎么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你还记得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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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老师 你好些了吗 没那么快 不过吃了些药 清醒多了 对了 你昨天晚上有没有 听到什么声音啊 我好像睡糊涂了 总感觉客厅里 有人走来走去的 你都说自己睡糊涂了 也是 不过今天活动 要穿阵装嘛 我什么都没有准备 而且也没有化妆 你化妆和思源有区别 那季老师 你觉得我还有旧吗 司机来了 走吧 那衣服呢 放心 早准备好了 下面有请各位嘉宾 何影留念 量身定做的背景板吧 可恶 凭什么你就人磨人要八头身 我就必须五五分呀 接下来 想书房概念书店 剪彩一试 正式开始 因为它好看吧 奇怪 昨天还那么虚弱 今天就满血复活 什么要啊 这么有效 很多人啊 都非常喜欢 咱们漫画剧的设计 觉得有些细节 非常人性化 季总 您是怎么知道 这些漫画宅的阅读习惯的 耳濡目染 怎么说 我家里就有多质样本 所以 比一般人更清楚一些 季总 您没事吧 没事没事 你是 这 来 来 来 咱们继续参观啊 这边是咱们非常有特色的 一个漫画展具 可以了 等一下 我没事 放手 请您 你就不能好好听话嘛 你跟我说没事 那谁姓呢 你现在是不是还没退伤呢 你在别人面前沉降有的算 在我面前沉降干嘛呀 现在就跟我去医院 不去也不可能 你 小朋友 干什么呢 不是要战斗了吗 你把它按在墙上 不是要打架啊 谁你说我要战斗了 这 是我恩爱的 现在小朋友都真上了态度 要害我去工作 照顾你是我的工作 那店家是我老朋友了 那他更应该放你走了 我总不能在这眼皮底下走吧 就等你这句话 我有办法 我先走了 我今天也要去吗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